在中国一辆这样的车多少钱 中国我不知道 我们有开过的车 看一看 How much yours? 48,000 Dollar? 算5万好了 我630万 那不贵 30万 来 看一下他这里面 谢谢 你这个 他的车很新耶 他经常换车 有些人 他说他 他说这边就是换车方便 This car from American This is a new one? new one this year this year brand new rich man 30万 我看看他这个 后面还可以做两个 他每个月工资是2500美金 2500美金的话 人民币多少? 人民币大概16000 17000 16000 17000就可以每一年换新车了 他的工资在我们公司 不是16000 17000 一年也才十几万 他一个车30万 他换 对 他换车他的成本不高 他要补几万块就行了 这样子的 对 他去renew 这边可以置换车 对啊 補个几万块钱 然后就可以换一样新的 对 东东国家好像车都不贵 对 车都很便宜 在国内可能要四五十万 可以收一下 在迪拜买车也便宜 嗯 在那个懂车地 看看多少 懂车地 这还有一个这个中 中控呀 包括USB 我不懂车 但是我觉得还挺挺不错的 你们懂车的你们 可以在评论里面说说 就这样一辆车不到三十万 中文名叫道齐 叫道齐 道里的道 奇怪的齐 在国内多少钱 我看看啊 哪个是你的车 这个 Durango GT Plus 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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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上面搜的刚好是三十万 您 贵的嘛 我以后把它搞成便宜的 可以搞成轻女 轻女 十块钱一晚的 嗯 你知道这边最便宜的都要两百多了 你住的那个八十块人民币吗 我那个是 那个是砍价砍的 哦 它是类似于是有五张两个房间 然后我只要一个我就跟他砍价 哦 哎 嘿嘿嘿 对人都很有礼貌 对 可能心里在想 是不是我们是服务行业 我现在听着你们这么说吧 我看人家看我的 之前我都会有一点 就是有点阴影呢 但人家对中国男性不会有什么想法呀 中国男的 又一来又做生意的 对啊 又问我 你做什么生意的 对啊 对中国男性的一个想法就是 我过来就是 来投资的 来做生意的 对 是的 他们这边的街道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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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块4毛钱 那跟中国也差不多呀 中国 嗯 中国加油 中国国内多少钱医生 现在92号的已经7块多了 7块多了 是啊 我走的时候 我从中国走的时候 西藏的92 95的才7块多 现在上涨了 这两三天 最近上涨的 我都是说的两年多钱的价格了 两年多在西藏 对啊 两年多前我去了好几次西藏 那时候就全中国就西藏最贵嘛 其他地方还便宜呢 价格已经变了 7块多 那时候还有吃山长的8块呢 物是人非呀 亏我在那个土耳其 我还嫌人家那个汽油贵呢 土耳其的汽油是6块多钱 不过那个伊朗的油跟不要钱似的 一两块钱 对啊 伊朗是其中的一个产品大 对啊 就是中东三大那个 其实 严格来算就是那个 伊拉克是放得上中东 可以排前三了 这边就是酒吧一条街 在哪里 有点压力的 吗 你让它为了 哈 有点压力的 都压力的 虧我那时候还耍不拉하지 人家跟我说俺看 我说好好气 不是 我们看到一个国人 什么在哪 中国 没过了 没看到 看看 你在这边遇到的中国人多吗 都是我的同事 除了同事呢 除了同事就遇到你了 没了 对啊 所以你看我们所有人 第一个遇到的游客 而且还是一个女孩子过来这里 这有什么 国内抖音应该不可以拍马沙举的场所给他们看吧 你拍那个店长在那儿就知道了 就没事 那晚上出来转转看一下 你拍招牌就行 这边酒贵吗 穆斯林国家 我不喝酒 所以我不太寻求价格 但啤酒不贵 一瓶就三四块钱 三四块 我带你去那个supermarket 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 我买菜的时候 有食物market 有超市 你可以开个主题 你说伊拉克物价贵不贵 对不对 可以拍物价给他们看 是不是 对 可以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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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